床上駕风 喔喔喔喔喔 你不要乱讲话 没有啦 是吃饭 甲 娇逸 你这个娘娘怎么乱讲话 告诉大家 舒困骨骨有哪些 重点是 7月台股娘娘就要解封了 娘娘 你为什么要解封 我不是娘娘啦 我是哥哥 哥哥喔 那不要录了 不要录了 哥哥不录了 再来,七仙女骨有哪些 告诉大家 要解封 因为6月可能 1000一千万些疫苗就来台了 看起來現在就已經一百二十萬機了 那所以七千零股是哪些 我們要PK的比賽 所以今天節目一定要看很精彩唷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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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我是主持人澤澤郭總 Hey 澤澤皇帝 大臣們進 blood的七仙女已經來了 你今晚要搬誰的牌呢 沒想到這邊福利這麼好 讓我當皇帝的感覺 哇 福利這對我真好 有七千女喔 還是你要先用膳 因為吃飽了才有體力 有七個人嘛 也是不錯啊 就用膳吧 好不好 皇上 駕崩 什麼駕崩 這是什麼 沒有啦 駕崩 駕崩 要吃飯了 是駕崩 是駕崩 是 你不要嚇到我 你不要嚇到我 不過 說到都是七千女喔 你演得不錯 那七千女鼓有哪些 為什麼 先告訴你 因為今天六月就有一千萬劑疫苗來台了 我們昨天想這個標題 今天就有先來一百二十四萬劑 哇塞 那所以七月台股娘娘 會不會就解瘋了 解除封鎖了 姐姐也發瘋了 對 七千女鼓是哪些呢 重點是什麼 還有什麼 今天什麼 紓困金來了 紓困股有哪些呢 今天很多戶頭裡面多了好幾萬塊 所以告訴你什麼叫紓困股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 非常之精彩 我們首先請三位來賓 第一個我們每一個都是仙女喔 對 你是飄飄玉仙 那你是 我很不要臉仙女下凡 我小時候最喜歡去那種飄飄池 然後發呆 好 那再來介紹我們第一位來賓 美若天仙 美若天仙 我還美得冒泡耶 你這個很像鬍子耶 你很像鬍子 你看一下 對啊 我是白鬍子來的 送震盪老公 送紓困股來了 對對對 送紓困股喔 來好 紓困給大家好不好 對對對 好 再來介紹第二位先鋒盜股的 先鋒盜股跟七千女兒沒關係喔 張家軒分析師 家軒哥好 我的老師跟我講說 人要有一聲奧購 奧購就是奧股 所以先鋒奧股 你們別是獅子座耶 你確定不是你買到爛的股票 然後變奧股嗎 不是 當然不是啦 那當然因為 來了一定要唱歌嘛 是 對不對 因為我也有我的粉絲的心理 其實你也可以不用唱啊 連肉也要吐槽你了 這個不是很Cute喔 開一個玩笑 好 沒關係啦 好 唱什麼啦 有機會再 你給你唱 四句趕快 四句 四句喔 可能會多一句耶 好 多一句好 五句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唱 夢啊 夢啊 燈啊 燈 燈我已秒臨 台灣 雖然有過當 出面 到三天 遊玩也是 無彩港 我們只好慢慢慢慢等 這首歌不錯 好有玩喔 這首歌不錯 這首歌不是 這首不錯喔 我覺得他針對十四 他要針對疫苗這件事情 他唱的歌特別好聽 覺得大家覺得好聽的嗎 反正現在有些太多支持嘉宣哥喔 你也是過得當耶 你要發揮影響力啊 你說一千萬會有嗎 我什麼都不懂 一千萬劑什麼都 一千萬劑怎樣 你說一千萬劑耶 我打問號耶 有機會啦 有機會啦 真的嗎 有機會 你過當耶 你講的話要那個 沒有沒有 你也懂啊 大家都不懂啊 有機會 我就有機會 因為他 我是覺得有機會 不然我們問下一位來賓好不好 因為下一位來賓 因為下一位來賓 我瘦瘦的只有這個符合 其他都不符合 也不錯啦 台股靈智 也是啊 仙女都幾乎不吃東西 我看也都幾乎不吃東西啊 因為現在疫情期間不能亂吃 然後一千萬劑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挑戰性有點高 可是也許六百八百萬 我覺得比較容易 是啊 六百八百夠了啦 對 反正 無條件四捨五入嘛 就一千萬 我還是覺得台灣買太少了 人家比如說 人家兩千四百萬人口 人家都是買個五六千萬的耶 是不是 台灣真的買太少了 你快要國產的兩千萬 我是覺得真的少啦 真的很少 趕快真的要解封 不然姐姐七千女要發瘋了 好不好 這問三位來賓 好不好 先來到福利社先解盤 來 解盤 今天跌了98點 對 好不好 那這個量我覺得 就這禮拜周縣而言 應該是漲 我們來看一下周縣 是 我們看一下周縣 周縣這個漲幅還不錯 漲了276點 是 這還不錯 這邊17000還是有手啦 漲三週囉 好不好 下一週 好 這一週對了 下一週 好 位長 千萬差 好 長太多了休息了 為什麼 差 該不會是金元電說要停工的吧 對 是嗎 先問燕麗姐 金元電要停工兩天的 被人家當罵 我 還有新聞 對啊 我以為你說 好沒事 我想大家比較擔心的就是 是不是其他的科技廠 常常會有類似的狀況 我認為遲早 對 沒錯 但我覺得私底下講 就私底下我會覺得 也許這是一個蠻好的警訊 就是 因為我們很多的科技廠 他們的訂單是要給美國的 我一直在想 美國會不會因此多給我們一點疫苗 難怪我們同一天生日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啊 所以我在想說 真的是辛苦這些人 要犧牲他們了 不會這樣講 我說危機是轉機 你問肉依 我剛才還這樣講的 對不對 燕麗姐我跟你想法是一樣 難怪同一天生日 同月同日生 但你比較年輕 比較有氣 沒有啦 我覺得你現在保養 沒有沒有 你也有 燕麗姐客氣了 真的是 好不好 我也覺得是危機轉機 你們不給我們疫苗嗎 我們就罷工給你們看嘛 好不好 那你知道我們多重要 好不好 這開玩笑的 可是我覺得遲早的 擴散力太恐怖了啦 遲早的遲早 同島一命是真的 同樣的島 大家同一個生命 這是真的 因為這擴散能力太恐怖 這疫苗最恐怖什麼 我覺得最恐怖是 通常像SARS 或去年的原種的病毒 它到7月就會差不多不見了 這不是 這大家不怕熱 你看印度就知道 好不好 所以下禮拜你覺得會跌就對了 因為電子股會影響 來 第一個 我們之前 我講過幾次 就是說其實台股結構 不夠不對 不是在於疫情 因為印度股是快要過高了 我認為 傳產一直帶 帶不遠 你電子股成交比重 都只有四成不到四成 其實很難走得遠啊 所以我認為下個禮拜 有個良性的拉回 特別是 漲多的傳產股有拉回的話 然後這個資金慢慢的去 回到比較低檔 然後低估的一些電子股 我認為先下後上 應該是未來的一個訊息 因為這個有疫情的國家 印度都已經快要創新高了嘛 台股沒有理由 台股沒有理由 而且我也認為電子股跌到 非常不合理 但是它中間需要有一個過程 那個過程可能就是 需要拉回去做主流的轉換 這是我的看法 好 再來美若天仙 就是你哥 我覺得 大鬍子 對大鬍子 我是要演海賊王的 大鬍子 白鬍子 對白鬍子 我們覺得從上一波最低點 其實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其實就是會向上突破 但是 從這一波最低點 拉上來已經拉了2100點左右 其實我覺得 短線上的漲幅 是有點過高 從買賣的技術面來看的話 我認為這一波會開始震盪 因為如果是之前買的話 我相信很多人都開始想要做停利 因為賺太多 賺太多要開始停利 所以現在會慢慢出現一些賣壓 那賣壓的話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大概在17000點到17300點 這附近 我認為是在這附近區間 震盪的機率會比較高 那如果說它能突破17300點 大家不要懷疑了 這一波V型反轉就確認了 我覺得是不用再去猜說 到底哪一個類股 我覺得看起來指數就是 如果突破17300點 就會繼續向上挑戰歷史新高 那這關鍵還是在於 美股到底什麼時候 要再創歷史新高 因為現在美股也開始震盪了 所以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稻窮指數 所以我覺得下週我差 我差是先看上半週 看比較短一點好不好 那我覺得就是像燕麗姐講的 畢竟那電子股一定多少會影響 可是危機轉機啊 就像疫苗大家也沒想過 會這麼快就產生出來啊 那為什麼危機轉機 越多人得的時候 其實那越多人會想出解決辦法 也沒什麼不好 那可能就是政府會趕快 甚至加快民間企業購買 或者說透過政府方式 不會化F 反正疫苗趕快來 人民想的就是疫苗趕快來 所以除了這以外 所以下禮拜 稍微震盪 可是記得危機轉機 反而是好買點 好外資 所以今天不太一樣喔 之前都是拉舉圈圈圈 上禮拜會漲喔 這禮拜三所有的來賓 先疊再說 可能先疊再說 可是這個反而是個 最後上車點 點位 參考 外資買166 祝他一路是順風啦 好不好 自行商買 外資一回買又賣 我覺得他今天可能是 賣了不少電子股啊 是 因為金元店啊 是要停工兩天 剛才台達店啊 也是有人中標啊 好不好 這遲早的事情 好不好 傳了以後就很快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這烏肉偏逢連夜雨 我們今天講話的過程中 外面也打了下雨 是 然後聽說板橋也有停電 對 也是現在也是疫區 可以算半個板橋人疫區 然後也是停電 所以這樣烏肉偏逢連夜雨 台股會不會是這樣子 看起來漲下去1萬7的 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們再問一下分析師 好不好 兩萬七千八百三十九口 對 兩萬七千口 其實這還好 因為之前最多三萬多口 好不好 外資其我平常 好 好 現在看到股價值數 也難怪最近新興育民 你看跌很兇好不好 是 今天最後那個海運股都有點殺尾盤 好不好 所以你看它變動減了20% 你看一下 這BCI 都有上下 好 這個是海苔走勢 你知道為什麼叫海苔走勢嗎 高鋼烏海苔 原本山 原本是座山 好不好 好冷喔 好不好 巴拿馬型 看一下三億好不好 這些都疊了 這顏色 這巴拿馬是BCI 這告訴大家 BCI BDI 這可能以後 BCI可能會寫個中文 好不好 好 再誇好一下巴拿馬或什麼 不然大家看不太清楚 好不好 好 這巴拿馬海苔行 不然大家不知道 左右解釋不太一樣 好不好 OK嗎 反正大概都是下滑 營油價格 散上去的 是 橫空阿詹 營油漲上去的 所以剛好我們今天特別節目 什麼 今天我們特別節目 就是告訴你 營油上去之後 什麼股票會飆 對 下週年 我懷念 那時候開個車子 開個休旅車 加油去年三月多的時候 加油加油加油 加不到一千塊 真的很誇張 現在隨隨便便再加兩千塊了 油價都在漲 又在漲 鐵塊上來漲 所以今天鋼鐵股還不錯 雖然我朋友有點殺下去 可是漲不錯 因為昨天最新五日 大熱舞台變動 是跌的 這跟大家講 好不好 鐵塊上要報價 再來同期貨 同期貨 同期貨比較強一點 好不好 這是今天走勢圖 好不好 好 主歌產線 拉緊報最新台達電怎麼辦 我認為我還未有 好 所以你現在我反而覺得一件事 因為 都是一個區域 新竹好像只有二三十個人 是 現在是苗栗 所以你應該要擔心的是 苗栗地區的一些產線 是什麼 苗栗的一些竹科公司 竹科公司有些在苗栗的設廠 苗栗的一些電子公司是什麼 要注意 可能苗栗 但是晶圓店他在苗栗 竹科都有 會不會他昨天叫那些竹科人 還去再去全面篩檢 群聚效果 聽說像陽信有說五十幾個 有說快一百個 不知道真的假的 好不好 疫情大爆發 電商大獵財 我現在真的是 電子產品賣得很好 等很久 油價上看八十美元 八十美元 但是經濟產不下修 有人說會不會降息 他說再說 下次再說 好不好 連舞動 因為其實美國沒有降 美國現在已經這個情況了 台灣不太可能 除非經濟成長下修 我覺得才有可能降息空間 不然不太可能 燕麗姐你覺得有可能嗎 他說最近央行有人問他說 要不要降息 台灣有沒有可能會降息 降息不可能 其實央行前幾天有出來試警 他說大家要注意的是升息的可能性 對 所以剛好想完了 謝謝 所以有人問他有沒有降息 下次再看看 我也覺得降息不太可能 好不好 這是不太可能 所以日本一百二十萬劑 A力疫苗來了 這不知道今天會 還有那個蘋果日報寫 日本一百二十萬劑 日本一百二十萬劑 AV疫苗來了 不小心打錯字 力跟V差很多 我不知道小編在想什麼 好不好 好 蘇克火水 台股大補 是 跟大家講 所以這個真的大補 所以蘇克股告訴你什麼 是 所以來看一下 來看到下一個 今日我最貼 來我們來問一下來賓 提供六檔股票 關注頻度好高喔 台陽陽明敦泰金像觀 永豐雲南電 來吧 帥哥 既然是說要當充的話 當然是要找短線會動的 總不能去找一些 就是長線布局 慢慢買丁買當的股票 既然要會動的話 當然是要找最熱門的 以台陽來講的話 他就是 因為現在大家都載在家 那個網路的設備需求量很大 就會帶動他的 台陽的業績 就會有想像空間 股票就是有想像空間 它才會動 會動的話 大家衝進去 他有機會賺錢嘛 所以我覺得 台陽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再來就是陽明的部分 陽明不是昨天船有撞那個嗎 對 高雄港 撞到高雄港 一撞下去六億不見了 對啊 那這種利空 有可能會帶動那個貨運更難進來啊 那貨運的報價 貨貨價可能會再上揚嘛 對不對 那既然這樣他都沒什麼跌 利空都不跌了 說不定有機會繼續向上漲 六億小錢 六億小錢 對 對 所以我覺得可以繼續考慮 所以陽明畢竟他就是比較會動 而且 現在的那個航運類股的一個 佔大盤比重 還是比電子類股高 今天還是36% 對 所以所有的資金 現在電子股36億啊 36 不是 我說航運類股36 電子類股35 又輸了 還是輸 所以 現在所有大家的注目的焦點 還是在於 航運嘛 真的很長 因為以前電子股動成7成8成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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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大家的資金如果在這邊 他就比較容易動 有要動就 比較容易波動 你就有機會賺錢 好 所以你覺得台南跟陽明都不錯 單衝選這個喔 紀錄線停不錯 單衝比48.4喔 暫停喔 來 好再來看家軒哥 我選的是敦泰喔 敦泰據我所知第一個 他已經確... 單衝比是裡面最高的耶 對 他算是電子股裡面少數比較活潑一點 那據你所知什麼事情 沒有 我說他的產能已經確保 就是台積電會給他產 所以虛動IC缺後這個問題 對於他而言應該是不存在 那基本上我覺得 以他的獲利而言 這個價位真的 本益比真的很低 所以我認為其實 是可以去留意 因為畢竟 他也現在站上月季線之上 那月季線上是多頭 其實可以去留意 另外一檔就是金相光 金相光今天最近這一波 超長得很兇 大家去留意 三星其實有一個產線 把它改成CMOS 那CMOS 他為什麼要改成CMOS 那就是因為 CMOS這個部分 他的市況大好 所以他的低潤的產線 才要改成CMOS 所以對於國內的這個 CMOS晶片的廠商 我認為也會受惠 那因為他公布好像 四月份單月的獲利就0.8 非常的好 所以這一檔 我認為這個也可以去做留意 0.8 單月來說的話 我覺得 敦泰本益比較漂亮 敦泰也是很委屈 不過謝謝來賓人 他告訴我們一些強勢股 像台南金相光 沒想到今天台股大跌98點 下跌98點 還是有些強勢股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燕麗姐 我選的是永豐魚跟南電 永豐魚今天比較可惜 就開高走低 然後其實呢 他過去已經 就今年以來真的長很多了 然後也連長10天我覺得休息是合理的 那只是說現在永豐魚的體材 跟大家過去想像不太一樣 他就是變成一個控股公司 那他旗下有很多產品 除了衛生紙之外 他還有一些清潔洗滌的一些用品 最近都熱賣 所以呢如果對永豐魚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拉回來的話 再做一些布局 然後難 我覺得我插個話 我覺得PTT下面常常說 那個台股下跌 要去公園 拿紙箱來睡覺 那你看今天台股下跌了 如果紙箱還變貴 對他們多殘忍 所以下跌也不錯 是啊沒錯 紙箱現在超貴的啊 因為大家都網購啊 對啊 所以紙真的超貴 然後趕快講一下南電 南電本來就是 頭信燕陽股嘛 然後尤其是台股基金前幾名 幾乎都買南電 那大家不要忘了喔 現在六月初 六月底 頭信要做帳 所以其實基本面 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就是呢 頭信在這邊呢 還是會有一些拉抬的一些績效 對 不只南電 我們福利社那時候有特別節目 南電跟誰 紙箱 沒有 欣欣 南電跟欣欣 頭信看可不可以 大家來一下 南電跟頭信 看一下頭信 這頭信是不是 這是嗎 頭信我記得南電買了六天吧 對 這外資 頭信也有買 這頭信 這頭信買了 你看看說一說 南電跟什麼 頭信有在買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在買 有 南電頭信是連買六天 然後外資沒什麼買 南電也是一樣 看一下南電 所以南電欣欣 這個ABF載板 都有偷買喔 所以欣欣欣欣欣欣 告訴我們這個寶貴的一個資訊 好不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來到 來看一下 財經大頭條 我們請梅若天仙的雞鼎哥 雞鼎哥 後宮家裡來了皇上 馬上說駕崩 駕崩 駕崩 看到我要駕崩了 對不對 新產品發 真的 七千女股哪些 你要 我們還是 我們現在PK七千女就對了是不是 對 你要介紹七千女跟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家宣老師也要介紹七千女 也要介紹 這些確實業績都有受到影響 也許現在受到影響 危機就是轉機 就像剛剛哲哲講的 危機就是轉機 趁現在也許就是一個佈局的好時機 那我們就從十一住行育樂 去思考 每一個產業大概就是 每一個地方就大概選一檔 以實來講 我們就是找到網品 網品的話現在大家都很慘嘛 那我們就在後面就是備註一下 他現在因應的方式 那因應完之後 後續回穩的都不用因應了 所以網品一樣 他就是推網購 網品我之前好像不知道哪一家 網品旗下的集團的 我們就是吃他的便當 便當過了一小時之後 我發現飯還是熱的 他下面大概鋪了四五層的保溫 保溫包 對 所以現在疫情期間為了要競爭 其實做了很多的搶劫 可是我覺得那感覺就很溫暖的感覺 就覺得不會吃到冷濕 因為送Foober Eats Foo Penta最怕就是吃到冷的食物了 對 所以他們很貼心 再來一的部分 其實最近紡織類股是蠻熱的 其實現在就很熱了 不用等到疫情解放 因為如宏他主要是陳醫 陳醫的話現在歐美那邊 疫苗的施打力已經相當普及了 那我們想我們現在才遭遇到疫情 我們現在每天關大家 關兩個禮拜 我們都覺得有點快要動美掉了 受不了了啦 其實我覺得到最後像日本一樣 就不管他了啦 得就得了 對 那歐美的人已經關了那麼久了 你演笑什麼 演笑什麼 哪有不管他 我們很認真防疫啦 你很認真啊 可是我覺得到最後大家 就是會有少部分的 然後結果疫情擴散 你看日本就知道啦 自訴自訴自訴到最後 也是緊急宣言 緊急宣言 好很多次 我覺得啦當然我不希望這樣子啦 我覺得人性如此 快瘋了 那我只是說 以我們現在的情況 而且像你這種人啊 欸你跑三鐵的人 叫你待在家裡 家裡可以亂跑嗎 我在 那個啊 蝶泳啊 知識好猥褻喔 欸我們很認真的在練蝶泳啊 你蝶泳為什麼是這邊下半身發力 蝶泳本來就是這邊發力啊 不然 老師 我們認真一點好不好 這是很健康的活動 三鐵我記得那個好像是 1.5公里要40分鐘嘛對不對 對我就有蝶四給你看 你就40分鐘蝶四了喔 40分鐘蝶四給你看 這樣扭喔 你看葉莉姐笑這樣 你看葉莉姐笑這樣子 太好笑 欸蝶四真的是這樣啊 40分鐘蝶 你也蠻厲害的喔 真的是這樣蝶的啊 好 那我們就是回來好不好 那講不完了 那1的部分我說那個 歐美那邊其實已經慢慢開始解封了 其實現在 如虹這邊的業績已經非常旺了 因為Nike啊 Lulunamer啊 還有UA 其實現在訂單量越來越大 是的 那成衣訂單大的話 就會帶動上游的家公司 業績也非常的好 所以紅毅這檔的話 他其實現在的業績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兩檔是不用到解封完了 其實歐美已經快解封了 其實業績已經很滾了很火熱了 這兩檔 這全部裡頭只有這兩檔 現在業績已經很火熱了 對那市場不只是比較偏國外啦 應該這樣講 對主要是偏國外 一個是國內國外的 好 那第二個 解封完畢後的股票 精華的話就當然慘嘛 那絕對慘 那他們現在推的就是 除了外送餐點之外 因為現在所有餐廳啊 旅館都會推外送的餐點 他們還特別提供了 企業客製化異地辦公 的這個服務 所以會增加他們的營收 對 在台灣高鐵他們沒有其他辦法 去他們那邊辦公就對了 對 比如說就是有別的公司 就是說他有要確診 或是有異地辦公 他就可以去精華 去那邊做個租金 然後他幫你提供客製化的會議室給你辦公 聽起來不錯 對 那哲哲可以去嗎 好像聽起來不錯 不用是不是 每個人都去精華 每個人都去精華 可是聽說空調會有問題 會不會 富諾特 那台灣高鐵 它唯一的方法就是減斑嘛 那常常我們都知道現在 聽說昨天機場超熱的 昨天機場滿滿的這種人 都是人 可見台灣很多人都有美國綠卡 是不是 是啊 有卡真好 對啊 有卡真好 要不是我們走不掉 不然你想去 對啊 我也好想去打一針 打兩針 打兩針再回來 好再來最後就是熊獅 旅行社就是熊獅來講 就是一定受害的 但他們現在也搞了一個中央廚房 也是做外帶 對 我們來看一下 那高鐵好像沒有講很多 你去高鐵你覺得後事呢 高鐵它就減斑 減斑嘛 減斑先撐著 到時候回復就OK 到時候回復 我們會看到前跟後基本面的問題 好 網評的話我們先看一下 其實我這邊有看一下 它去年的Q1第一劑的EPS 是負的1.98 我故意去挑 就是去年在最不好的狀況 它的EPS是怎麼樣 那今年Q1算是回復了嘛 大家都照出去吃飯了 那它正常的水準大概是1.8 所以以它正常正常沒有疫情的狀況 它全年度的EPS應該是只有 不是只有 所以有4.5以上 所以你現在去看它絕對慘的 不會好的 所以那這樣的話 第二劑應該也是虧錢 有可能 對啊 所以以現在的本益比來 算正常的EPS的話 它是有本益比是大概32倍 如果要技術線型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那麼差的狀況下 還是有人追 今天有帶量 對 向上突破 對 所以說我這樣子突破一個小區間 已經是站穩月線了 短期之內有機會可以再挑戰這個季線 它應該這邊附近震盪 好那下一檔 下一檔 下一檔如鴻剛剛講了嘛 剛剛講的它就是因為 歐美那邊已經解封了 所以他們的訂單是非常好的 我們可以看到 4月營收是年增111% Q1的EPS 創了年年來的新高了 成長94% 就是很旺 預估今年前年可以賺20塊 本益比還是32倍 但是股票就是反映未來嘛 只要有想像空間 它就會漲 本盟比 那如果要從技術面的話 這邊 這邊是月線的部分 跌下來馬上就上去 這邊呢 在附近又出現了支撐 我也覺得 如果照葛安幣辦法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就是說 三五天之內 如果都在這個月線上面有手的話 就是出現支撐 有支撐的話 也許就是一個買點 那這邊附近買點啊 對就是 盧虹禮拜再跌就買了啊 不是跌 不要跌破 跌破不要買 它現在快就放到 對對對 就看這三天四天有沒有在這月線上 出現支撐 如果都沒有跌破 就是可以大概就是 以國安幣辦法來講 就可以一個進場的點 鴻義剛剛講是上游啊 它上游的話 其實你看一下 大家五月營收率先就公佈了 太賺了啊 五月營收率是年成長230% 對 Q1的話 他EPS就賺了1.01塊 創歷史的次高 我們光這樣去成的話 他就至少賺4塊 4塊的話本一比才6.7耶 Q1 EPS都沒有業外的嗎 沒有業外都是本業 都本業的啊 都本業的 那什麼便宜啊 對啊就是因為他之前 理論算不太便宜啊 之前去年狀況不好 對啊 因為去年歐美那邊很慘啊 所以歐美那邊 如虹那邊狀況也不是很好 那帶動上游也不太好 上游也不太好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觀察 25塊這個整數關卡 很少本業比這麼低的耶 對 所以25塊這個整數關卡 如果跌下游手的話 也許就是可以思考的點 好 而且這檔以股價來說的話 還是紓困概念股 因為它是在30元以內 對喔30元 紓困 紓困 謝謝老師剛才提醒我們 對 老師剛才錄影前面講 這是紓困概念股 因為現在紓困概念有3萬塊嘛 3萬塊以下股票嘛 哎呀 你不要看這樣子喔 美國也是這樣子喔 失業救濟金也是到最後來做股票 對啊 因為大家現在還不知道 他有進錢了 那錢進來了以後 他只想下禮拜買什麼股票 就是借10萬塊去買股票 那你覺得下禮拜 那些30塊以下股票會不會比較好 應該是下禮拜 我們不是說大盤震盪嗎 震盪如果不跌我們才進場 對 那你覺得這些紓困股 會不會真的受紓困金的影響 會 你覺得會啊 燕姐你覺得會嗎 會多少會嗎 可是股票要挑啦 要挑啊 就是一些民生必需品 我覺得有機會 有機會啊 30塊以下的 哲哲的意思應該是說 我們現在有很多人拿到紓困金 是會拿去投股數 我認為會的 因為現在很多店面的老闆 根本生意都不用做了 他做生意也沒有用啊 他努力也沒有用啊 沒有用 我乾脆借錢 因為現在利率又很低 大概只有一%多 那我乾脆借錢 或者本來有的錢 我乾脆丟到股市 我來做一個投資創業好了 有啊有啊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這樣的話 股市是不是越來越旺 越來越旺的話 不認識的 不認識的賓士業務 他都說他都會看我們福利社 他說他們 現在他們就是不認賓士 或BNW的那個業務啊 或者是其實 一天都幾乎沒有客人來 因為有錢人可能也比較注重健康 對啊 早上就是 開完會以後 開始做股票 對啊 所以現在股票很熱 股票很熱 那再來精華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也是來比較一下 去年最長的狀況 你不要覺得他會賠錢 沒有 他沒賠錢 去年Q1 Q2啦 Q2是他最不好的狀況 因為去年疫情的關係 他還是賺了0.69塊 恢復正常之後 今年Q1是賺2.11塊 所以呢我們大概估計 他如果在正常的EPS之下呢 他正常的狀況 EPS是可以達到8塊的 那現在本益比待只有17倍 而且呢 過去來講 他過去的歷史 其實他的殖利率 都是很高的 好 對 所以這檔股票的話 我覺得是淨可供推出什麼 去年還賺錢是因為他的 他的營收 不是集中在台北而已 他南部啊什麼樣東部啊都有 我覺得他策略是對的 所以他還是賺錢的一家公司 對國利的感覺 對 好在台灣高鐵的話 如果我們看得到 這邊 他28塊這附近 我覺得是很明顯的有手 跌下去之後馬上拉上來 加了30塊 也符合紓困概念股 對啊 3萬塊以下 3萬塊以下紓困概念股 而且 現在班次已經下降了 他慢慢就會控制住 我知道 你的意思是說 不要等到時候 等班次回復了再股 你等班次回復一切都好轉了 你又要來跟著追高 是你真的假的沒錯 疫情後 疫情前方 現在趕快進場 對 免得到1000萬劑疫苗真的來了 常常行的話 大家都知道 常常行就是 現在機場這幾天都滿了 那就有一個想像空間 今天還是有帶量很多人進場去追 我覺得這個是短線的奇才 如果要操作這一檔的話 就是衝短線 要記得做好研鎖的 因為你覺得本益比太高 對 而且他受油價的影響 對啊 所以你不建議天長地久 不建議天長地久 我建議就是曾經擁有 曾經擁有 怎麼辦 我們兩個竟然有心電感應的感覺 好 熊市的話又旅行社 旅行社的話我們去年 正常正常的狀況 去年 去年全年度的EPS是-5.9 因為疫情 旅行社都沒辦法出短 但是過去以前他正常的狀況 這他可以賺3.5塊的 那如果用以前的正常狀況去算 的話本益比是25倍 對 那現在換 大家都覺得他要死要死 你會發現他也沒死 對啊 他還是繼續活得好好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 最主要最主要 我覺得這些股票你也不要看太壞 為什麼 這些七千零股你也不要看太壞 因為畢竟有疫苗 不像去年喔 你還不知道有沒有疫苗 對啊 所以其實台灣 雖然是台灣最近可能還是會受疫情影響 可能還是每 有些說每天看到有人死亡 每天看到有人確診 可是其實畢竟他還是有疫苗 對 他還是在可 我知道至少有希望 股市最怕是沒有希望 所以你的七千零股這些 那你要選擇哪一檔 最好哪一檔 我如宏好了 如宏 如宏 如宏就跟著沿著月線去做操作 沿著月線做操作 我們看一下K線圖 因為如宏也可以 都可以啦 因為相對而言離高點比較遠 那你看的那個 如宏是技術性強勢的嗎 來選一檔股票 我選宏益 宏益喔 為什麼 低價 他是一片這麼低喔 嚇到我 真的 我比較少研究 那有研究嗎 宏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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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公司啊 家公司最近像集盛 他帶頭往上 那我認為 多多少少也會受到族群性的影響 那因為 如宏我覺得本益比有點高啦 好 我懂 你就宏益的本益比比較低 而且熊師 溺勢思考 因為呢 我昨天還跟我老公說 打完兩季 我一定要去歐洲玩 而且 而且妳也常常去熊師的 其實熊師服務很好 然後老闆其實蠻靈光的 對 你一定要去歐洲玩喔 你打完兩季你預定是什麼時候打完 沒關係啊大概就是9月10月 真的你確定嗎 我去9月10月應該可以打到 我覺得日本是第一批 我認為是這樣子 日本如果他今天可以速度這麼快 按照日本的辦事效率 他今天可以這麼快 我覺得他沒有理由第二批第三批 會有那麼大的出力 等一下我問一下哲哲 你第二季是預定什麼時候打 6月17號啊打不到啦 對啊你看你連你都打不到 那這樣怎麼辦 打不到啦不是1000萬劑我就有機會打到 我算過了前期類的 因為前期類的 不是中國要送我們500萬嗎 誰 中國 中國 政府會接受 會接受啊 中國企業也不是政府耶 他說有裡頭有200萬劑的BNT喔 那300萬劑他們國產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可是當然我覺得只要能打都可以啦 其實我比較沒有分國界 我覺得只要有效就好了 我的個性是這樣子 所以當然希望能打啦 不過我覺得應該 我覺得大家想像不 大家的辯論這樣不錯喔 我覺得很快就疫苗了 可是佳軒哥好像覺得不會 那沒關係我們請他來上台 我們來看下個階段 好 好 鼓勢甜甜圈 謝謝基底哥 那我們再請佳軒哥 對 佳軒哥來 其實我還沒有上場勝負以定 是 綜合張奧股已經大勝 永和小雞 小雞 小雞 永和小雞 小雞 你不要重點子好不好 我們是頂天地地的喔 你看他很生氣喔 他很生氣 不是 因為 你選你要選那個 先壽會的 摩爾古巨機怎麼可以縮小 我跟你講啊 你知道縮小很生氣耶 這樣子喔 對啊 我沒有看過我不知道 摩爾古巨機耶 好 請他家人親身來驗證一下 我選的大概也跟他是一樣 都是實際住行方面 可是我選的是 比較偏國外成分佔比較重 因為歐美先解封啊 你選台灣高鐵 你選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這個精華 反正你就認為台灣 不會那麼快解封啊 對啦 那你要先 台灣比就比較高呢 不是 因為 我們是不是來插賭一下 不是插賭 我們來想一下 你看你連第二季你都要演了 那我們這些人還沒有打怎麼辦 對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沒那麼快 像燕麗姐覺得 9月10月 我覺得都有一點快 我認為是年底啦 我可不可以講一句實話 再沒有疫苗會動搖國本 再沒有疫苗會動搖政權 我覺得政府一定會處理 好不好 他剛剛不是那麼傻 對他剛剛不是那麼傻 因為他 其實燕麗姐 其實本來覺得政府做得不錯的人 他現在也受不了了 感覺出來他的生氣跟憤怒 對 這不只他一個想法 那 我的選股原則 反正是歐美已經先解封了 那我當然就是 比例比較高 我們順便插個話 你覺得 你覺得什麼時候 台灣會有一千萬人可以達到 最快應該要年底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8月底之前 8月底喔 之前就會了 你是指兩季嗎 沒有 就是沒有一季就好 一季就好 算兩季很難抓很難抓 很難抓 我也跟哲哲差不多 我覺得差不多 9月底 不是8月底9月初應該是 我8月底之前就會了 我覺得大家很多人受不了 我一定會講不完 我要快一點 美食 好 注意喔 他為什麼會受惠 很簡單 因為他只有不到兩層在台灣 六層在中國 兩層在美國 所以這兩個地方 中國跟美國 是 他的營收最大的一個來源 所以 你看線型就知道了 所以根本就沒受影響 好 好 好 那現階段美國 之前去年受影響最嚴重的 對 他有七層位於加州喔 這樣都解封啊 6月15號 確定要解封 講到這個我真的很難過 因為加州嘛 在加州嘛 加州洛杉磯嘛 對 因為我本身是洛杉磯到期的球迷 沒有 你不要扯到關係好不好 去年這個時候 全世界只有台灣的職棒在打 對現在才會職棒 現在美國 連東京奧運都不能去了啦 不是 到期球場6月15號要開放 全滿座耶 對 5萬人要進去看耶 我知道我知道 這扯遠了老師 這個算扯遠了 對 美食KY 好 那我要表達的是說 他有七層位於加州 6月15號才要解封 我知道所以有機會 其他三層的業績 已經來到了最近的一個新高 那你要想說 其他的七層在加州 6月15號要解封的時候 我認為那個營收的灌注會更大 所以這一檔 你可以去留意 美食KY 好 那第二檔當然 一的副部份 十一嘛 我是選的一個比較 保守的一個原則 因為這家 是台塑四寶以外 大家會忽略的 台塑的第五寶 那我為什麼會選他 因為 過去1983年到今年為止 他每年都賺錢 那因為歐美要解封了 然後要走到戶外 難得要穿得爬爬爬爬爬爬 你的這個 穿給水水 又不好演技 所以這個衣服一定會受惠 那最主要走出戶外 又要運動 那所以他的機能衣 我認為會有機會受惠 那他的大客戶 又有Nike 又輪比亞等國際大名 那現在就是看 第一季他的 已經獲利0.34了 第二季的營收 年增幅度看四成的話 我自己有去估啦 大概可以達到0.5 那一季0.5其實 全年有接近2塊的機會 本益比就 這個 16倍 還好 那因為它是很穩定的公司 所以這一檔是金額公司 沒什麼不好 那下一檔 你感覺都是選國外 不相信台灣會解封 Nike 他的最大客戶就是Nike Nike 還有 大家知道嗎 在中國的 這個好像叫做 保勝工業 這個也是不受 疫情影響的 那台灣其實很少啊 他都是做美國 然後要中國的訂單 他大部分也是靠國外啊 所以 以他第一季當然有一些業外 我是認為說 他的一個營收比重在第二季 他是有預估會成長10到15% 第一季 有業外 但是如果說第二季 他本業可以回升到1塊 其實他本業今年有機會 達到3塊半到4塊 其實就這種股價來看 算不錯 算不錯 好 這是這個求錢的部分 好 華原就是要住飯店 可是大家留意 華原 據我所知 台北 新竹 高雄都有 但是重點是 美國有很多飯店 他在那邊有蓋 所以如果全面解封的話 反而是這一檔會受惠 你不要去選金華 金華搞不好 美國沒有啊 這個美國有這個轉投資的 被嗆啦 不要選金華 所以我說我贏定了啊 國外先解封 國內還沒解封 那一定是先反應這個吧 對 好 下一檔 巨大 講到巨大 我就想到他前董事長 劉金彪 他已經快80歲了 你講到我耶 想到巨大 巨大嗎 他不是說你是小G 小G 好 你看一下 欸 選到你你看 巨大的品牌就是捷安特 捷安特對不對 捷安特 好 你看喔 啊 然後這樣子 這是什麼 法國 法國每年有兩個國際性的大賽 你知道嗎 蛤 好啦 我直接檢查 因為時間不夠 法國網球公開賽 然後第二個是 團法自行車大賽 在七月 巨大從1998 對對對 欸 你很清楚 阿姆斯段 什麼都大概有策略 對 1998年巨大就開始 贊助這些職業的一個車隊 那下一張圖就是 得冠軍 這個人叫做基特 哎 基特還基特我忘記了 反正他得三次 環法自行車賽 大冠軍 巨大贊助的 好 第一季獲利4.540 16塊 那20倍本益比差不多 好 我們看一下 全球第一大品牌 你只給他20倍本益比 會不會太少 不會 第一季0.4.54 所以太少了 今年應該18塊到20塊 好 下一檔 榮鋼 榮鋼那就是 因為波音要複產了嘛 是 那個美國要開始飛了 那重新生產737的Mass 但是大家要去留意 榮鋼是 在亞洲 美國唯一認證在亞洲的 特殊鋼的工藝商 唯一一個 所以波音要量產 他是特殊鋼 所以這個也可以留意 我認同 這很棒 大田 看下一頁 你說你都有涉獵 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這南韓的 不是嗎 這我們不知道 許惟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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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灣的嗎 因為我在看下面的英文 許惟玲 我倒致我幣給你了 這個英文在下面 這個不有名吧 LPGA 剛得冠軍了 剛得冠軍 這個LPGA 就是曾雅寧之前 LPGA冠軍的 好 我剛好有看到這個新聞 台灣的嗎 台灣第一名 我怎麼沒聽到 你看在疫情這麼嚴重的情況之下 我有在看新聞的 為什麼不知道這個事情 體育人得到了這個 這麼大的一個輸入 蘋果日報都沒報導啊 真的嗎 好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什麼 好 是 時間差不多了 他們會殺了我 我先講他又廢話 所以大田你怎麼看 我這麼認真準備都講不完 那你聽說你還是 大田 好 請注意一下 因為高爾夫 因為歐美要解禁 歐美人士都很喜歡打高爾夫 據我所知 在第一季已經有45%的高爾夫人 去就是從事打球的一個活動 第二季會更多 好 那大田這家公司 全球第三大的這個代工客戶 是 不行的 你覺得這跟我講 大田你有沒有看好他就好 看好看好 好 那這八點 這七檔股票 聽說你還是本來想準備 多一檔的股票是不是 對啊 有一檔是那個 也是跟波音有關係的 本來是七千零啊 我把他 想把他變成八千過海 八千過海還是八家獎 好啦 這七檔股票是什麼 沒關係 我選喔 好啦就大田 大田這是 好 那我選那個保存好了 本益比較低 好不好那時間 差不多了 那你選什麼 一秒鐘就好 榮鋼 鋼子也報價往上 好 我選福茂 他的布真的很好用 他什麼 他的布真的很好用 謝謝你 今天節目超級精彩 超級精彩 七千里 PK什麼 八家獎嗎 不是八千過海 大家覺得這疫情解封 先看國外疫情解封 那看國內疫情解封 好 紓困金概念股是什麼 哇今天節目非常精彩 所以我們福利社 每次一三五準時上線喔 本件幫你上線 記得留言按讚訂閱分享 這還是 謝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好熱好熱 台股有夠熱啦 你看我特地穿這個衣服還是熱 我滿身都是流汗 你還可以 你知道嗎 想看那個小聲 我沒寫成這樣 好 他想說你也要天爺 這天好 然後你就跟他 借田在一起 好 不要把那個緊張拍一下 噴嚇 噴嚇 浮醉丁喔 我怎麼不寫嚇 你的褲下 我還要在咕咕什麼 你還在咕咕 咕咕咕咕咕 噢 怎麼這樣子 咕咕 我的咕咕 還以為我今天是來接棒 結果 結果沒想到 沒想到這邊是 OK 歐米少方 歐米少方 八通八通八公八公 真的耶 啊 他給右邊的嗎 哥 他這 白淇 小白淇 小白淇 麵包湯 還是很重要的 每個人在晚間8點 對上電話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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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狂鈴 瘋狂股是福利 你最後才講一句話 你的財富 free free 對上電話的動作